到底我们内心里面最终极的满足是什么? 到底上帝对你来说是偶像还是神? 假如他是神,那么他应该就是你真正追求的终极的目标 他应该就是能够给你带来真正满足的那一位 而不是他所吃的其他的东西 假如你敬拜神是为了想要得到其他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包括刚才讲的事业也好,爱情也好,平安顺利的生活也好 或者你的学业,你个人目标能够达成 你希望上帝能够帮助你 当然我们是可以依靠他去得到 但是我要问的是,假如那些东西才是你最终极的满足 而上帝只是你希望透过拜他去达到这些成果的话 那么上帝对你来说就不过是一个偶像 那我画过一个漫画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信仰 这个人明明在拜耶稣 这个人也长得像我们一般对耶稣的形象的认识 不过他身穿着招财敬宝 他在一个元宝 他在敬拜上帝的过程当中 他脑海里面想的东西 是希望上帝帮助他去达到他真正要的那些东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上帝对我们来说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偶像 我又画过一个漫画 我们往往当作我们自己是上帝的粉丝一样 耶稣要的其实不是粉丝 而是一群把他当神的人 不是那种主日的时候来这里 敬拜等等 然后回去又继续过着你原来生活的人 不是 耶稣要的是下面那个 背着十字架跟从他 为他丧失生命 以致得着生命的那些人 这个东西不应当只是反映在我们的嘴巴里面 坦白说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让非基督徒带来反感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口里常常说只有一位真神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 我们只是口里说只有一位真神 但是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不出你真的把那位神当神 从你的行为从你整个生命的志向当中看不出你是一个真正以神为你终极满足的人 我们的生活跟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上帝 我们的道德标准仍然是跟世界是一样的 而不是上帝律法的标准 我们渴望成为的那个人仍然是世界的标准 而不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的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可有别神 这个东西不只是我们一种信仰的宣告 它应当反映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 假如你真的以神为神 你的生命就是为他而活的生命 你的行事为人就是听从他 你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来侍奉他 你一生的使命就是希望透过你的生命 你的口 你的活出来的样式 让别人能够认识他才是独一真实 这个是上帝所要的一种信仰 不可有别的神 不要让别的东西成为你生命终极的满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